根据记载,早在少林七十二亿形成完整的体系之前呢,少林就已经出现了身怀绝技的武僧。 近年来,少林弟子骗天下之名,果然是名不虚传,各国都有专练少林武功的人。 而年轻的一代,除了苦练之外,也吸收不少其他派别之场,使得少林功夫又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,希望能够更上层楼,发扬光大。